澳门的佛光书院日前举办开学典礼 院长决人法师亲自献身勉励学员 而院方也用熟悉中文还有粤语的法师来授课 让澳门的在地学员不用担心语言上的隔阂 双手合十高唱三宝颂 为佛光澳门书院第五期第二阶段课程 揭开序幕 开学典礼上包括书院院长 还有国际方会澳门协会会长都现身名利学员 鼓励他们把未来所学佛法智慧运用在日常生活上 如果他听得懂能够理解佛法的意义的话 他就可以用在生活上的 如果有多困难 他就可以将佛法来拿出来 用所谓的大事情的讲 有佛法就有佛法的 如果可以拿出来用的话 一切都是没有办法的 希望大家能珍惜这个根据 去反抗这个根据 去努力去圆满我们的学校 这十三个学校当中会建议大家 法师透过粤语讲解佛法义理 让澳门在地学员学佛不怕语言隔阂 透过系统性课程 中学习佛法智慧滋养生命 另外是澳门总华报导